什么关东煮居然吃掉了一弯弯 还记得那个炎炎夏日吗 我满头大汗的吃关东煮 几年老店吃关东煮 一代代传承下来的美味都凝聚在了这口锅中 先来一份主厨推荐 豆腐泡吸饱了高汤 一口下去汁水四溢 这负贷让我感受到了盲盒的乐趣 里面居然不是年糕而是白菜馅 还混了颗银杏果 配上一壶热辣的清酒 瞬间有了孤独美食家的饭了 都说白萝卜是关东煮的灵魂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外面是入味的软糯 里面保留了萝卜的清脆 这个牛筋串真的惊艳到我了 咬下去肉香四溢 口感软糯Q弹 章鱼小丸子的脑袋瓜里都是汤汁 看我两口一个 卤串嘛就是要豪放 这个长得像泡了水的馒头的 吃起来也像鱼味的泡水馒头 原谅我不懂你 制制豆腐盖饭 每一粒米都吸饱了汤汁 再配上一口豆腐 我真的是个做饭小天才 店里除了关东煮 还有各种神奇小菜 混合鞍唇蛋液的蟹膏 腌制过的白子 还有榨汁是条 这顿饭居然吃了一万两千多 我也算是为百年老店的传承 出了一份力了 然后江湁鱼会